各位距離醫療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是台大復健部的吳醫師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個提案 就是關於這個健保和山的提案 那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像醫療蒙 或者是說如果身邊有認識的醫師朋友 他們都會分享他們被健保和山的這些表單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尿路結石 結果有這個開這個疼痛藥 結果才30塊一樣是被砍 那當然底下想醫療非常非常多 但是這些事情層出不窮 但都是靈性的 而且這個事情就一直在原理打算 而我們看到這問題其實是越來越嚴重的 那所以之前就有一些新聞就來講說 這個和山就像我們醫界的白色紅布 這個和山只要一出 醫師就會不敢去做正確的事情 而這個就是會漸漸影響到民眾的權益 所以就有人想說 那你和山你是不是應該要公開 所以像這邊就有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今年11月11號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健保署的署長 他說相關審查不是在健保署辦公室作業 而這個人家說要去名的部分 他又來演你這個是不是可行的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這件事情大家打搶大家 最後這個後來新聞 就是說 初步共識認為審查不可行 這個運作機制良好 網路上的爭議只是片面情況 這個是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個 這個說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說了好像是這樣 其實你怎麼知道你接受的這個醫療的 治療的決定 究竟是基於專業的考量 還是只是因為這個項目比較不會被散 所以你才提供這些選項 這個是沒有辦法講的一個事情 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 所以說感覺不到的事情最可怕 其實有非常多的例子 像最近我們常發生的這個食安風暴 這個收水流的部分 甚至像這個PM2.5 看不見的東西最可怕 而健保核三也是 所以事實上核三其實是全民看不見的風險 而我來說明為什麼它是一個風險 我們健保在抑制費用成長的部分 他們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透過總額 第二個方法是透過浮動點值 而第三個方法是透過河山 那用白話文來講是什麼意思呢 總額就是我只帶固定的零用期出門 如果今天我去吃一個200塊的大餐 或是一個2000塊的大餐 因為我只有帶200塊 我就只付200塊 不管如何我只付200 這就是總額 那什麼是浮動點值 浮動點值就是打折 今天我去吃東西我覺得太貴 我說打八折就是打八折 沒有商量的餘地 這就是浮動點值 那什麼是核三呢 核三就是你吃飽了 但是我不想付錢 就是吃飽晚餐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核三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事實上其實你去看病的時候 醫院其實是會先把你點錢的 雖然我們都知道每個人有刷健保卡 有繳化號費 但其實絕大多數的醫療費 都是由醫院先承擔 後來呢 在每一季結束之後呢 醫院再跟健保要錢 而這個動作叫做申報 但健保可以選擇不給錢 這個動作叫做核三 然後我都曉得一個就是一個道理 就是養毛粗在養身上 缺口從看不見的地方 而且這件事情還反映的更大的是 他不是只有不給錢 他甚至還會放大處罰 也就是所謂的放大回推 譬如說健保他決定 剛剛那三十塊的例子 他決定那三十塊他不付錢 他不只不付那三十塊 他還會說 我認定你應該其他東西 應該也是這個偷偷的這個亂用吧 所以因此我不只不給你三十塊 我還要乘你三十倍 我要罰你九百塊 懲罰你 那這個就是健保目前運作的機制 那有一些耳聞的事情 這個當然我現在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因為其實身邊的醫師朋友 甚至醫師的同事 過多過小有些人是有去當過審查醫師的 那他們就會跟你講這個運作背後的道理 其實每一區的健保業務組 都有一個固定核三的比例 有就是說他們每一年都會跟這個 每一區的業務組說 今年就是要固定砍30% 無論如何就是要砍30%來預製費用的成長 而這些審查醫師啊 被選進去做審查的醫師 他們的業績呢 就是用看你到底刪了多少來決定 而這個核三的比例啊 若沒有達到財務目標 譬如說這位醫師他過來他覺得他很有這個 醫德 他就看他覺得說 這個合理的部分我都保留 不合理我都刪了 我只刪了5% 那他就覺得說 那還有25%的缺口啊 那就不對 健保局就會找 這個沒有道理業績 我找別的審查醫師 繼續砍 就好像你這個法官 你判我輸了 沒關係 我找別的法官 繼續判 判到直到這個財務不要達成 這個就是所謂的有品質嗎 因為照理來講其實核三的存在 應該是對於福報 或者是說這個不合理的費用 要做一個刪減的動作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用固定的比例 那萬一它是合理的呢 那是不是會被刪呢 這個就是目前的問題 當然這些傳委還有更多更多 其實核三的存在 意味著當然最直覺的就是 是不是有福報的情形 這是不合理的 那當然 以現在財務的狀況來講 更有可能其實是亂砍 那這個是以財務為目標 那無論它是福報還是亂砍 都意味著是你勞力的付出 跟你這個就是付錢的部分 是不平衡的 那這個是不見抗力的狀況 而我們知道羊毛出來的羊身上 當長久下來都是用虧本的方式 來經營的時候 缺口都會從你看不見的地方去補 無論是可能陪你就是你可能麻醉之後 你去開包 麻醉之後可能陪主治醫師開包的可能是護士 可能不是真正的這個 Qualified的臨床人士去開包 欸精簡人士啊 這個其實都是不能講的 所以這都是看不見的地方 那然而這件事情是這樣 你有數字公開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去研讀到底問題在哪裡 可以監督 但是現在是連公開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連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而我們應該要把這件事情公開 目前是沒有任何可以公開解錄的機制 更沒有所謂的風險告知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來把它公開 那契機在哪裡呢 事實上是這樣 其實每一位醫師 主治醫師 他們自己其實都有自己的數字 那這些數字是什麼呢 就是他每一季 他申報的點值 也就是他的業績 跟他到底被核刪了多少 他其實都有這些包標 每一位醫師都有他自己的 那既然都有數字 有核刪有申報 為什麼我們不把他們的比例算出來呢 算出來之後呢 舉例 比如說開盲場的核刪跟申報的比例 我們就讓他可以被公開 那因為只有他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拒少乘多 然後拒殺乘塔 我們就可以做做像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這些台灣地區呢 開盲場的核刪跟申報的比例 在每個地區的分布 那像這些事情就很重要啦 因為假設你今天你在桃園 然後呢你要去接受一個手術 那如果說你發現桃園地區開這個手術 平均核刪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那你勢必這個是個風險 你可能會在某個地方 或是其他地方 可能接受的那個就是治療 可能不會有其他核山地區 就是核山比例比較低的地區來得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應該要讓大家曉得 當然這個資料是沒有公開 所以這個圖當然只是舉例啦 這個並不是真正的資料 OK 好 所以想法是這樣 我們要讓病床人員匿名上傳自己的這個比例 那這個過程要訓練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數字要由每一個臨床人員 用他的這個醫師字號 或者是專業的字號去署名做一個確認 以至於這個數字不會說是亂報的 不過呢 對外來講我們不能讓是誰 檢報這個數字被公開 因為這個你要保護當事人 但是這個怎麼審查這個 這個人是不是qualify 可以upload這個數字 這個部分呢 這個機制是可以公開的 後面公開 那這個案子呢 比較不像是一個open data 它其實比較像是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data弄open 那 是這樣 其實我們醫師號 常常就是會想說 健保不好啊 健保要趕快倒啊 但是事實上其實 其實健保是不會倒啦 因為其實健保是一個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 而且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怎麼讓它永續 因為未來高齡化人口 人越來越老之後呢 其實是越來越要照顧的 我們要思考是怎麼讓健保更好 而我們做這件事情最終的目的呢 是要讓健保主動公開自己的資料 怎麼做 因為我預期的消音是 我們做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少數的upload 然後可能是非常極端的數字會被upload 然後健保局就會跳出來說 這數字不對啊 不正確啊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想說 那你就給我正確的數字吧 這就是我們要拿到的目標 我們要讓它落實真正的公開透明 更勝者其實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是 我們要讓健保公開什麼樣的資料 給他們建議 才能讓業有去發展 這是我們接下來可以做的事情 而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倔強的示範 好 那如果有後續的討論呢 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 有一個Hackpad可以聯繫